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花香小镇 作者安房之子 翻译彭义 又是那样的自行车 信响 真的 最近这段时间总是看到那样的自行车 把手 脚灯子 后架子 甚至连车铃都是偏黄的橘黄色 骑在上面的是和性年龄相仿的女孩子 这些骑橘黄色自行车的女孩子 一个个全都眼睛发光 吹着口哨 头发在风中轻轻的飘荡 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信都忍不住想跟在后面追起来了 可是 信对班上的同学说了 同学却一脸的惊讶 橘黄色的自行车 我怎么一次都没有见到过呀 对妈妈说了 妈妈也说 是吗 我没有看到啊 可是信还是要想 会不会是最近这段时间 突然开始流行起橘黄色的自行车来了 会不会是女孩子之间 非常流行起橘黄色的自行车去郊游了 信头一次看到橘黄色的自行车 是在秋天开始的日子 是的 就是大约两个星期之前 那是一个天特别蓝 特别高 刮着干爽的风 而且四下里还充裕着一种让人想大哭一场的甜甜的花香的黄昏 啊 这是什么花的香味呢 信一边走一边想 信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种让胸膛暖暖的 有点发痒的香味 一旦吸满了胸膛 说不出什么地方就会一阵阵的痛楚 然后 藏在身体的什么地方的某一间乐器 突然的就唾起一般的奏响了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 就是这样 到了秋天 一闻到这种香味 心底就会涌起一种小提琴一样的感受 信想起来了 当她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这种香味了 你好 这时 搜的一声 一辆自行车从信的左侧抄了过去 是一辆橘黄色的自行车 骑在车上的是一个头发长长的女孩子 信一愣 呆呆地站住了 那是谁呢 哦 是谁呢 信还是没有想出来是谁 橘黄色的自行车已经笔直地 向着太阳落山的地方飞驰而去了 变小了 消失了 身边剩下来的只是花的香味和女孩子吹的口哨声 但那以后 信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橘黄色的自行车 有时候 一天会看到两三辆 而且骑在橘黄色自行车上面的必定是一个女孩子 当他们超过信的时候就会召唤一声 你好 于是 信的心顿时就充满了那种花的香味 信真恨不得丢下书包 丢下手提袋 去追那些自行车了 橘黄色的自行车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十天过去了 信在街角的油桶前面 看到了三辆那样的自行车 在派出所前面 校门口一带 也都看见了 还看到一个女孩子把自行车停在了鞋垫橱窗的前面 一只脚踏在地上 专心致志的朝玻璃窗里眺望着 还看到一个女孩子 慌慌张张的从电话亭里冲了出来 跳上了自行车 不管是哪一辆自行车 都对红绿灯视而不见 向着一个方向飞驰而去 我好想要那家店里的红鞋子啊 我想吃葡萄蛋糕 我想给风打一个电话 可我没有十元钱的硬币啊 信像是听到了少女们的喃喃细语声 这天黄昏 信被打发骑自行车去买东西 刚听到长头发的女孩子们冲他喊你好 并且超过了他时 他想 今天我一定要跟踪你们 等等 去哪里啊 信拼命的骑起自行车来 喂 你们去哪里啊 可是 女孩子们连头也不回 他们那薄薄的羽毛一样的裙子 在风中摆动着 渐渐的远去了 灯反应过来 又有一辆橘黄色的自行车 从信边上抄了过去 女孩子嘶的一声吹起了口哨 信用力的蹬起脚蹬子来 今天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在交叉路口 又有一辆橘黄色的自行车 从边上轻盈的闪了出来 和信排到了一起 走了没多久 从小巷里又闪出一辆 又闪出一辆 信眼花缭乱了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一次涌出这么多的自行车来 是的 当信缓过神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一大群橘黄色的自行车包围住了 橘黄色的车座 黄色的把手 黄色的后架子 就连轮胎和链条都是橘黄色的 这些无论什么地方都是橘黄色的自行车 简直就像一大群红蜻蜓 向着一个相同的方向流去 信猛地颤抖了一下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信的心中突然充满了那种 悲喜交集的小提琴的啜气声 信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 他身边的一个女孩子对他耳语道 和我们一起去吗 信睁开眼睛 看着女孩子的脸 嗡了一声 点了点头 女孩子胖乎乎的白白的 像是不知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见到过的偶人 但是 一旦信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开 立刻就想不起来 他长的是一张什么样的脸了 信又一次把脸转过去 可方才那个女孩子 早就跑到信的前面去了 后面的女孩子又和信排到了一起 他从侧面看上去 也是胖乎乎白白的 像个偶人一样 一张优美的脸上 仿佛隐隐约约的飘出一股香味 这些不论是见过几次 还是一转眼就会想不起来 长得什么样的少女们 几十个人骑着一样的自行车 正在向什么地方赶去 这会儿 信已经跟入到了他们的正当中 信突然害怕起来 这么一大群人 去什么地方啊 尽管强装镇静 信还是结结巴巴的问了一句 后面的一个女孩子回答他道 从这个坡往下 一直往下 能下多远下多远 要一直下到下不去的地方 下到了下不去的地方 那那干什么呢 女孩子突然用一种毫不在乎的腔调说 结束了 可是信又口吃了 这回前面的那个女孩子说 我们回到天上去哦 轻轻的一下就上到天上去了 于是你心中的小提琴也就结束了 小提琴 哦 是那件事啊 信微微点了一下头 于是信身边的女孩子们一起点了点头 说道 是的 不论是谁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小提琴 今天是那把小提琴奏响的最后的日子了 哦 信接连的点了好几下头 随后 信开始一心一意的踏起脚灯子来 踏着踏着 若干这样的秋天的回忆 就浮上了心头 妹妹生病住院的日子 隔壁的玉子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的日子 头一次会骑自行车的开心的日子 在原野上捡到一只小猫的日子 不管是哪一天 都是秋天开始的日子 然后 信心里的那把小提琴就奏响了 信在一大群女孩子里面 继续一心一意的踏着脚灯子 即使是这样 走在街上的人们也看不见信吧 而且 也看不见女孩子们的自行车裙吧 没有一个人的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人也好 车也好 和往常一样 缓缓的走走停停 不过 吹过街头的风 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甜甜的橘黄色的风 信是知道的 而且信还知道 沿着这条道越往前走 这种花香就会越浓烈 今年可真香啊 是啊 风一吹 几百米前头都闻得到 丹桂的香味太浓了 突然 这样的对话传到了信的耳朵里 是拎着买东西的篮子 在交叉路口等待红绿灯的人们的声音 啊 丹桂 信终于想起了花的名字 丹桂 对了 是丹桂 信就仿佛是终于想起来了一个亲切的人的名字似的 松了一口气 信身边的少女们 确实全都是一张张亲切的脸 我知道了 我终于知道你们是谁了 我终于知道你们是什么花的花精了 信大声喊道 这时已经到了下坡道了 是一个缓缓的长长的坡 信想 这是下坡去公园的道啊 信和少女们的自行车 从坡上自动向下滑去 丁丁 一个少女按响了车铃 于是一个接着一个 其他的少女们也都按响了车铃 道上车铃声响成了一片 信也不甘示弱的按响了车铃 大声叫喊起来 丹桂 丹桂 随风去哪里 于是少女们一口同声的唱了起来 远远的天的尽头 比月亮 比星星还要高 这时 坡道突然变抖了 信的自行车刹车失灵了 哇 危险 信大声叫道 少女们的自行车也全都全速朝下坡冲去 头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 透明的衣裳呼得一下子鼓开来了 可是少女们好像还在吹口哨 眼睛好像还在隐约地笑 而且 脸蛋好像也兴奋成了玫瑰色 危险 危险 信捏住车把的手 捏出了一手的冷汗 坡下面 冷不防是公园的一道土地 信和少女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向那里滑去 啊 撞上去了 撞上去了 他不安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 冬的一下 信的身体突然撞到了什么东西上面 他像一个木偶似的 被抛到了一片开阔的原野当中 私下里静得异样 信的身边 大波斯菊如同梦幻一般地摇曳着 我的自行车呢 那些女孩子们呢 信就这么仰面朝天地想着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少女们的声音 再见 再见 那声音就像是稀稀利利的雨一样 从高高的燃烧着似的火红的天空落了下来 哎 信一下子坐了起来 仰头朝天上望去 然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数不清的橘黄色自行车 这会儿正在朝天上飞去 飘呀飘呀 就宛如是被刮上天去的无数个气球 喂 心喊了起来 到哪里去啊 只听少女们一口同声地唱道 远远的天的尽头 比月亮比星星还要高 今年就这样结束了 那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然后连少女们的身影也变成了一个个小小的红点 终于消失在了云里 那之后 信在昏暗的公园的草地上坐了许久许久 私下里还残留着一股花香 信拖着摔坏了的自行车 慢吞吞地出了公园 朝坡上爬去 路上有几棵修剪成圆形的单柜树 树下面 橘黄色的小花像洒落的粉末似的泄了一地 密密麻麻的小花 在黄昏黑沉沉的地面上 看上去是那样的鲜艳 今年 结束了 就这样结束了 心不知为什么松了一口气 她有一种感觉 觉得那些少女们终于自由了